像这样的飞来恨货可不能再发生了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 通常交通事故那是飞来恨货 飞来乍一听好像有点夸张 但是真的就有那飞来的恨货 2008年12月9号晚上7点多 蓝电厂南路路口处的一个监控探头 拍下了这样一起事故 您注意看 一名在便道上行走的男子正走到路口 而一辆右转的吉普车突然失控 冲上便道 男子顿时换了手脚 结果被吉普车重重的撞倒在地 当时我们赶到现场以后 司机和商责已经到了医院了 事故现场是一辆华泰的吉普车 带了东向西方向的便道上 然后当时路边的护栏 还有雕纸杆全都撞倒了 事发后 被撞的行人立刻送往医院就职 但惊抢救无效死亡 邵氏车辆为何右转时突然冲上了便道 难道司机的精神状态存在问题 当时我们到现场以后 见到司机以后 先对司机做酒精检测 司机没有喝酒 司机没有酒后驾车 车辆也没有问题 那么这悲惨的一幕 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事务责任的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司机车速快 总而过程中车辆失控 冲上逆境的便道 然后和便道上行驶的行人接触相逃 然后造成行人死亡 最终民警判定 司机承担全部责任 并已将其行驶居留 无辜行人的遭遇让人感到惋惜 但是像上面这辆失控机捕车 疯狂闯祸的事情 却并不少见 您瞧 这是今年十月份 分钟四桥上的探头 记录下的一幕 您注意看画面的左侧 从小面快速冲出画面的过程 就不难猜测 当时他的车速可不慢 结果等小面反应过来 已经在不及了 最终一个亮枪就冲到了隔离带上 车辆拐弯 对于每位驾驶员来说 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行车技能 但为什么总有类似的事故 请不吝点赞订阅